哎呀真的太好笑了 NBA有十大好球 民進黨有武漢肺炎 我對此研究民進黨的廢話套路 結果發現他們糟糟精彩 有如華山論見 今天跟大家介紹最厲害的五大招 讓你猜一下 最廢的是誰 前段時間我們看到人流的管制 事實上是有奏效 它持續軟下降 可是竟然看起來又好像 這個並沒有往下降 那有時候還有點往上升 它持續軟下降 那有時候還有點往上升 所以還是要提醒 在人流上面 就是盡量不要外出 作物超快線造成保育破口 跟節目的原因 在二月的節奏已經有節制 來告知了 那這一部分是不是進行 先出了什麼 我們知道 防疫隨時隨地 都在變化 都有相對的因應作法 不必因為 有哪一個地方 有哪一個事件 而 來懷疑 我們的作法 但 我們作法也隨時滾動檢討 如果有哪裡 對於新的疫情變化 等等 還有不夠 做到 我們一定隨時在加強改進 嗯 不必 來懷疑 我們的作法 但 如果有哪裡 還有不夠 做到 我們 一定隨時在加強改進 我們 會努力在八月的時候拿到一千萬劑的疫苗 我們現在有評估說哪些廠牌多少量要取得是比較有困難的嗎 疫苗卡關的話會不會影響到我們的防疫 可以讓三期無限延後呢 我們還是疫苗的進度還是 我們都希望可以依照我們 跟廠商的契約的時程可以順利 然後 所以我們八月底的這個目標還是依照這樣的一個進度 那疫苗接種的順序我們今天上午在 那我們現在有評估說哪些廠牌多少量要取得是比較有困難的嗎 希望可以依照我們 跟廠商的契約的時程可以順利 然後 外傳簽約程序卡在政府真的是這樣嗎 卡在政府這個講法很卡通 合理的時間給個兩三天好好審約沒有問題嗎 如果想黨找個機會借個題目挑挑裡面的問題 說你這個文件不齊備那個內容還有帶補證 何必連夜加班馬上批核 所以台灣基金有建議中央應該思考以靠雄這為區域聯防的中心 請市長擔任南台灣的指揮官來請問市長怎麼看 另外針對屏東訪災目前的疫情封港跟賽嶼兩村需不需要封村或者是更進一步整個屏東縣封線會比較安全 我想潘縣長做得非常好而且非常的有效率 昨天我也看到他在臉書的發文真的是非常的感動 我們高雄市也會全力的來做後盾 封港跟賽嶼兩村需不需要封村 現場做得非常好 超級的 豪華這一票是什麼人 官啊 哇 官美 真是了不起 哈哈哈 817你還投得下去嗎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歡迎按讚分享 並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葉原之原之原味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848 8 9 9